外卖小哥哥别哭了 我对你修电脑的技术很满意 一定会给你五星好评的 丁恭喜宿主完成一次特殊外卖 奖励现金一千万 丁新的人物订单已开启 请宿主速去接单 老女人你给我等着 等我送完这单子回来找你算账 嘿 这不是小老弟吗 咱们还真是有缘啊 老哥是你啊 还真巧 怎么样 你也送了半天外卖了 感觉如何 卧槽 可不能把刚刚被占便宜的事情说出来 不然一定会被同行笑话死 感觉吗 还不错 小老弟还真幽默 如果你铁了心要干这一行 我劝你还是最好把头盔带整齐了 老哥怎么这么说 这还有什么讲究吗 是带着头盔更安全点的 还是取餐送餐的时候比别人快一些 都不是 带着头盔可以避免被混得好的同学认出来吗 还是老哥高明 万一被哪个混得好的同学认出来 确实挺尴尬的 哎 这不是叶峰吗 嗯 啊 斑花林萧薇 这 卧槽 老哥你的嘴是开过光吧 怎么说什么就来什么 嘿嘿 天机不可泄露 我劝你还是尽快换辆二手的电动车 心得很容易被贼惦记上 小心点 神经 这个老哥怎么神神叨叨的 嗨 叶峰 你这是在送外卖 你怎么会去送外卖呢 嘿嘿 送外卖也挺好的 无拘无束没人管 我不喜欢办公室那种拘束的生活 得了吧叶峰 混得不好就别嘴硬了 实在不行 你求求小薇姐 让你去她的公司上班 不比你这风吹雨淋的工作好万倍 不用不用 我觉得这份工作挺好的 对了 我要去送外卖了 有时间再聊 真不理解这些男人 混成这样了还死要面子 难道她觉得求你一下很丢脸吗 你说是吧小薇 哎 少说几句吧 可能她觉得送外卖被我们看到很没面子 您好 您的外卖到了 哇 终于到了 咦 大哥哥 我有道数学题不太懂 你能帮帮我吗 没问题 我在大学的时候 数学可是年年拿第一的 对于你们这种高中的数学题 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嗯嗯 麻烦大哥哥了 哈哈 谢谢大哥哥 听了你的解答我瞬间明白了 不用客气 别忘了给五星好评 好的大哥哥 慢走 卧槽 那个人在干嘛 那不是我的电动车吗 送个外卖还买新电动车 活该你被偷 这也是给你长的记性 你妹的 偷车贼你给我站住 哎 小兄弟 真是抱歉 我就上个厕所的功夫 没想到这可恶的偷车贼就进来了 算了算了 这也不是你的错 这种偷车贼不会有好下场的 小 小哥 你的嘴也太灵了吧 刚说偷车贼都没好下场 那个家伙就被车撞了 卧槽 难道我的嘴也被开光了